中央迹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今天开始就将进入到最冷的三九天 连日来的雨雪天气已经造成了 湖北的实验宜昌 襄阳等地51.37万人受灾 应在倒塌房屋286间 直接经济损失7.23亿元 山东安徽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雪天气 南方16个监测点的降雨量也突破了1月历史极值 新一轮雨雪席卷而来 更大范围的寒潮已经在路上 这是东亚最新一波急冻寒潮 从西伯利亚往南覆盖整个中国大陆 虽然东北地区喜出望外 开心迎接今年迟来的第一波降雪 但整个大陆设施最低温零度线 已经降至了江南南部 零下10度以下的范围也大幅扩张到湖北安徽一带 农业单位粗估已有10万亩农地蔬菜折损 上海电王最高用电负荷更创下冬季历史新高 一方面上海电力调动是积极的组织室外来电 另一方面我们安排好了本地的蓝煤 蓝气机组的蓝料供应 以及是设备销缺工作 确保在这一波冬季用电高风期间 本地的机组的一个可以保证稳发满发 临近的日本也同样激动 东北山形线积雪量达272公分 逼近一层楼高 就连往南的四国九州暴风雪也来得又快又急 广岛累积降雪就达76公分 几乎同一时间 欧洲阿尔卑斯山积雪如洪水般铺天盖地滑落 几乎断绝了侧马特与外界的交通 这里是瑞士知名滑雪圣地 前往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的观光要带 每年此时总是游客如知 如今缺手暴雪围困 净若鬼城 部分地区仅三小时 积雪就深达一米 一万三千人只能被迫留在饭店 动弹不得 而北美地区则持续笼罩在 有炸弹气旋之深的冬季风暴中 由于飞机跑道积雪过深 飞行视野又受暴风雪影响 纽约港奶滴机场已有超过3300个航班 被迫取消 一早满载4000多游客的豪华游轮 勉强出航 也遭9公尺巨浪席卷 大量雨水和海水渗入 民众趁幸而去 败幸而归 我完全被困难了 我从来自我生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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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元旦既既既既既美东 至少已有一亿人笼罩在破纪录低温中 新喊布夏州的华盛顿山 更是测得摄氏零下69度的体感温度 比火星表面还要冷 美国总统川普讽刺推文称 当美东正遭遇世上最冷的新年夜晚 我们不妨好好利用一下全球暖化 CNN主持人扎卡利亚所指的 正是当下南半球澳洲的雪梨 7号遭逢热浪袭击 创下摄氏47.3度的高温记录 而东岸的昆士兰 维多利亚和新南维尔斯省 也才刚结束又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随即又迎来新一波高温 波游露面热到融化 超过200只湖浮惨遭热死 而号称地表最炽热的地方之一 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 近期也出现40年来第三次降雪 部分地区积雪深达40公分 当地气象局称 这是因为欧洲冷高压向南扩展至北非 才会让滚滚黄沙变成雪白一片 但若等到夏季 主客一位 撒哈拉沙漠的热高压北上 恐将让整个欧洲大陆热到发烫 才刚摆脱野火延烧全境的加州 近期又遭暴雨肆虐 尤其是南加州圣塔巴巴拉郡 一场突如其来的土石流 已酿成至少1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有时称 土石灾难正是近期野火的最直接后果 由于森林火灾大规模破坏山坡纸坯 土壤变得不牢固 一旦遇上大雨就会酿成重灾 且暴雨洪水还会引发其他灾情 像是民宅电路起火 或天然气管线破裂所产生的房屋爆炸及火灾 当局除了强制紧急撤离 别无他法 曾多次提出地球末日论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 霍金近期再次对人类未来发出警告 他说如果全球再持续暖化下去 地球恐将步上金星的后尘 表面温度将上升至摄氏460度 风力恐将飙迫时速300公里 霍金说还愿意出钱 送那些否认暖化的人上金星 亲身体验一下未来地球的可能下场 这其中也包含美国总统川普